疫情越来越严重 现在见面不是问你打三剂了没 就是问那需不需要打第四剂呢 然而看似好棒棒能预防疾病的疫苗 却有一群人避之唯恐不及 将它视为比病毒还可怕的事物 接种疫苗真的是利益大于弊吗 为什么会有一群人坚决反疫苗呢 今天就来谈谈反疫苗 什么是科学素养 有那么重要吗 欢迎点开资讯栏了解更多资讯 不少反疫苗支持者 质疑疫苗会带来严重的副作用 甚至有生命危险 即使他们知道疫苗带来的益处 也不愿冒险接种不安全的疫苗 那么什么是不安全的疫苗呢 首先你要知道 疫苗的不良事件通报 不良反应和副作用的差别 你可能看过这份报道 BNT疫苗出现脑栓塞 心脏衰竭 血栓性脑中风 等多达1291种的副作用 如果打疫苗会引发近1300种的症状 那真的别打了吧 但实际上 这份内容引用的数据 是来自报告中的 特殊关注不良事件清单 也就是辉瑞公司 在疫苗不良事件通报系统 VAERS中特别关注的项目 而不是疫苗副作用列表 由于VAERS 是一个任何人都能通报的系统 好比说你今天怀疑 哎呀近期狂掉头发 就是因为打疫苗造成的 你能够上VAERS通报 若是你发现最近记不起国小同学的名字 怀疑是打疫苗造成的 也能上VAERS通报 所以这些通报事件数 不一定每项都与疫苗相关 这些数以万计的通报案例 需要进行长时间的统计 并经过科学的调查或是专家判定 才能确认相关性 也才会被称作不良反应 例如严重的过敏反应 血栓、心肌炎等等 因此不良事件通报数 会和实际被查核的不良反应 存在一定的落差 看看这份美国2020年12月到2021年6月 施打前1.6亿剂BNT疫苗的观察报告 其中记录了严重不良事件通报 多达14,183件 换算下来也就是每百万人 有84人通报了严重不良事件 不过另一份根据CDC的研究数据显示 在2020年12月14日到23日之间 施打的189万剂疫苗 通报了将近4000起的不良事件 但最后被确认符合标准的严重过敏反应 却只有21件 也就是每百万剂只会出现11例 这代表不良事件通报数 和实际被查核的不良反应 存在不小的落差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看待不良事件通报呢? 不良事件通报是采取自主通报反应 其中可能包含与疫苗无关系的事件 而不能直接看作是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这么说不良事件通报不重要吗? 其实恰恰相反 通报数据是很有价值的提示警讯 若是发现有高于自然发生的异常数值 就能够提早注意问题所在 不至于忽略 所以在台湾也不例外 今年3月 国内出现报导指出 疫苗不良反应 死亡超过病莫人数 一样是将不良反应 与不良事件通报混为一谈 那1412件的死亡事件通报中 其实截至当时 仅有13件被确认与疫苗相关 由此可知 虽然疫苗不是百分安全 但这些数据也反映出 疫苗导致的严重不良反应 其实为乎其为 而大多数人的不适感 都源自于疫苗的副作用 所谓的副作用 指的是药物摄取后 可预期且轻微的其他反应 在新冠疫苗注射时 身体会启动免疫系统 召集各种免疫细胞 来对抗疫苗产生的抗原 同时注射处的血管会扩张 渗透压改变 血额量增加 让免疫细胞更快速抵达注射处 此时我们就会感受到 注射的地方红肿、热痛 这就是发炎反应已经启动 正在对付注射到体内的抗原 当免疫系统进入到 高速运转状态后 这些发炎反应也容易影响全身 导致发烧、胃寒、头痛、恶心 等其他常见的副作用 不过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有副作用 研究表示 约有三成的人在打疫苗后 没有什么感觉 那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副作用强弱呢? 除了年龄、性别之外 如果是患有免疫相关疾病 怀孕或是女性处在生理期等 也都可能影响副作用的表现 很多人反映 疫苗带给年轻人的副作用 比老年人来得激烈 有些人还幽默地说 有副作用的人 是疫苗认证的年轻人 打完高端的我 当疫苗副作用发生时 是可以视为免疫系统正在努力工作 产生免疫力 而常见的副作用 通常在48小时内会逐渐消失 无论副作用轻重有无 其实并不影响疫苗的保护力 说到疫苗保护力 虽然我们知道注射疫苗有副作用 不等于不安全 但在现实生活中 不论有没有施打疫苗 都会有人染疫造成重症 此时反疫苗的支持者会告诉你 你看看吧 有打疫苗的人还不是重症 打疫苗是没有用处的 实际上这是对于疫苗保护效果 和施打比例的误解 疫苗的保护效果 随着施打的次数、剂量、时间 而有所不同 比如说台湾人出生后24小时内 必须施打的第一剂B型肝炎疫苗 其实还需要在出生后第一个月 和第六个月接着施打第二和第三剂 才可以获得15年的保护力 若是没有完整施打的话 疫苗保护力会大幅的减弱 即使完整施打随着时间流逝 过了15年之后 对于B型肝炎的保护力 就会接近于0 也就是说疫苗保护效果 并非是100% 而是会随着各种因素而改变 再来就是施打比例 这其实跟之前谈的 疫苗保护力有点关系 我们就用以下的例子 跟大家说明保护力 和施打比例的关系吧 我们先假设有100个人分成两边 一边是80个人完整施打了疫苗 另外一边有20个人完全没有打疫苗 当我们放病毒到这100个人当中 让所有人都感染 而且感染后有50%的几率得重症 那么当疫苗重症保护效果是0的时候 两边各会有多少人感染后得到重症呢 当重症保护效果是0的时候 不论有没有打疫苗 两边得重症都是一半的几率 所以打疫苗这边的80个人当中 会有40个人得重症 没有打疫苗这边的人20个人当中 10人得重症 虽然有打疫苗的人当中40个人重症 比没有打疫苗的10人重症来得多 但是因为有打疫苗的人比较多 在得重症几率一样的情况下 因为打疫苗的人数比较多 当然得重症的人就比较多 但是两边重症的比例是一样的 这时我们再假设一个情况 我们发现打疫苗这边 得重症的人数是70个人 没打疫苗这边还是10个人得重症 那么我们会发现打疫苗这边的重症率是80分之70 差不多是87.5% 没打疫苗还是50% 这时我们就会认为打疫苗不止没用就算了 还会加重重症的发生 除此之外 我们可以知道 透过重症发生比率的比较 就会知道疫苗是否有用 来到最后一种情况 我们先前提到疫苗的重症保护率 其实不是100% 那么我们就先假设 疫苗只有50%的重症保护率好了 重症发生率也还是50% 这时候打疫苗这边的人 只会有20个人产生重症 没打疫苗这边 则是会有10个人产生重症 虽然打疫苗这边重症的人 比没打疫苗那边重症的人多了10人 但如果疫苗是真的没入用的话 打疫苗这边的人 其实会有40人得重症 但实际上是只有20人得重症 所以疫苗避免了另外20个人得重症 所以疫苗还是有用 只是不是100%有用 好了 我们从上面的例子 可以知道打疫苗后会有三种情况 疫苗没有用保护率等于0 疫苗没有用还会加重感染 以及疫苗有用 但是保护率不等于100% 那我们接下来瞧瞧台湾的统计数据 到4月底的统计资料 显示有189个中重症的个案 其中56人未接种疫苗 20人接种1剂 41人接种2剂 72人接种3剂疫苗 这样看起来打完3剂疫苗很恐怖耶 因为打完3剂疫苗得重症的人数 比没有打疫苗的人还要多 但别忘了刚刚的数学 我们应该要来计算得重症的比例 而不只是单纯数人头 因为台湾没有打疫苗的人 和打完3剂疫苗的总人数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先找出 没有打疫苗和打完3剂疫苗的人数是多少 根据统计 打完3剂疫苗的人数是多少呢? 约是1200万人 那么没打疫苗的人有多少呢? 答案是约150万人 所以疫苗有没有用呢? 大家可以试着算一下 打满3剂疫苗的族群 是有6百万人得到重症 没有打疫苗的族群呢? 则是有37.3百人得到重症 如果疫苗没有用 保护力是0的话 那么得重症的比例 应该会是相当相近的 那我们进一步将得重症的比例相除一下 就可以得到 每打疫苗得重症的比例高了6倍 也就是说 虽然疫苗的重症保护力不是100% 但是疫苗提供了6倍的保护 这就是我们前面学到的 疫苗有用 但是保护力不等于100%的情况 你知道的太多了 最后回归现实层面 在决定是否要打疫苗前 还是要将身体状况考虑进去 例如对疫苗成分过敏 或是血小板低下 这些都可能引起疫苗的不良反应 属于比较不适合打疫苗的族群 若想接种疫苗 请务必先跟医生讨论 好的 以上就是本集的内容 记得订阅PANSI泛科学频道 开启小铃铛 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 锁定更多精彩的科学新知 科学议题 我们下次再见